Ref & Néu 你说,你清楚自己要的事情就最好 但是最麻烦是,当你清楚自己要的事情,都是要你选择 因为最麻烦 就是不能选择,不能选择 我叫阿正,是从业读中在城市大学,计社科学院 是大老二人 還有很多事情要看 不只是看你的任務 不只是看你是否真的很想做 而是看你的GPA 我叫Ken姐 我十九歲 我讀副學士一年級 一個興趣 一個就是一個職業 如果我選擇的時候 我會選一個職業 我叫阿森 我在浸會大學讀社工的一年級 十九歲 有人說我實現了我的夢想 我做到我小時候想做職業 我小時候都會覺得很難 但反而是漸漸大了才發現 其實有很多現實的因素 可能是經濟狀況 或者是身邊人給你的期望 壓力那樣東西 會左右到一個人的決定 我叫Inaz 今年十八歲 在聖堡屋學校讀 跟方式 將來會做些什麼 我真的不知道 其實你那個時候 會覺得自己想做的事 就要做 但到這個時候 我覺得沒有辦法 不能寫一些 我不知道 這是一個逃避 不是我自己的方法 我想下發現 原來有很多所謂的潮流 一個方向 其實是令到你忘記了自己的興趣 就是 I want you I want you 你在香港的時候 你想 你不找 最討論我不會餓死 但是 你找得不夠多的時候 就會 我覺得 會有些危險 可能你問我 我的將來會怎樣 我真的回答不了你 我有朋友跟我說 他Drupal選擇科 之所以選擇我一科 是因為他其他科 都不喜歡 只是對這一科 沒有感覺 說到是 農民選擇中的選擇 所以他現在 讀了大半年 就來一年 讀完 他都說自己讀得不開心 我覺得我自己 不可以再留在這個地方 都會有越來越多擔心 究竟我可不可以一直支持我 支持下去 支持下去 再不就 我會想 我會想 你 你